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这一期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三个快速提高歌唱技巧的方法 我在教学中或者是参加比赛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有些学生问我 他说怎么能够快速提高歌唱技巧 其实啊技巧是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本功 歌唱基本功 唱歌的基本功 基本上包括像气息 共鸣 力度 等这样的一些发声技巧 其实这些技巧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难 因为有些歌手他天生就拥有很好的嗓子 气息 共鸣 爆发力 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呢 为什么有些歌手 这些技巧都没问题 可是唱歌总是觉得没有味道 我告诉大家三个秘诀 第一个 就是要找对歌路 就你一定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歌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音 或者是次中音的一个嗓子 高音区可能并不是特别厉害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选像那种像什么 我是一只小小鸟啊 等等那种很大的 大号的歌曲 因为 有些歌 它听得很好听 但是呢 它并不一定 很适合你 如果你选了这个歌 不但展现不出你的特色 而且可能还会把你的嗓子 给唱坏了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 特大号的嗓子 高音对你来说 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么你一定要唱 像小小鸟这样 特别大号的 这样的一些歌曲 因为这是你的特点 这是你的资本 这就是你区别于别人的地方 别人唱不上去 你能唱上去 那你就比别人牛 所以说唱歌啊 选歌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是一个小个子 你非得要穿一件很宽松 很肥大的这样的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 你说 这个衣服 我看它挂在橱窗里面 放在商店里面卖 非常好看 但是呢 它穿到你的身上 不一定非常好看 为什么 你别忘了 就你们的size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是个小个 你非得要穿一个 你如果说是M号的一个个子 M号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你非得选了一个 XXL的这样的一个号码 所以说 这个对你来说 完全是size不对 所以说 歌录 选对歌录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 XXXL的这样的一个大号嗓子 那么你一定要选一首 非常超高音的歌曲 来体现你的特点 所以选对歌 是对一个歌手来说是 至关重要 你选对了歌 那么你的技巧就会得到 迅速的展现跟提高 那么有人就问了 他说 那像我们这些小号嗓子怎么办 永远没出入了 其实也不是 条条大道通罗马 大有大的路 小有小的道 大家都听过 这个XXL的歌吧 比如像成都 没有高音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 像这样的一首歌 没有声乐技巧 但是呢 他就适合 他就非常适合 XXL演唱 大家可以听到 他的嗓子 软软的 绵绵的 也没有什么爆发力 也没什么力度 也没什么高音 但是呢 他就适合他演唱 他就适合唱 这一个类型的歌曲 那么一首歌曲 都唱到你的心里去了 都把你心给唱碎了 还有什么高音 是不是 就这个时代 早已经过了 就是比较高音的时代了 这就是第一个秘诀 找对歌路 就是说唱歌 一定要唱最合适的歌 这样才能够 把你的演唱水平 完全的发挥出来 第二个 就是要学会修饰 我们平时在演唱中 使用的声音 一般情况 都是最基本的声音 即便你用了很好的 共鸣和气息 但是呢 声音啊 它始终都是 最基础的声音 有些歌手 听他唱歌 技巧完全没问题 但是呢 就是不打人 不走心 怎么回事 我告诉大家 第二个秘诀 就是声音啊 是需要修饰的 在唱歌中 技巧是打动不了人的 高音只能够让人震撼 它是无法让人动心的 所以说 要想唱歌唱到人的心里去 一定要有技巧之外的声音色彩 也就我们所谓的叫做声音的表现力 也就是要学会用各种声音的表现力 来为你的演唱增加色彩 比如说什么时候该来点气声 什么时候哪一句歌来点哭腔 然后呢 什么地方我用一个小哑音啊 就我们平时说的那种哑哑的那种 我突然哑了一下 感情点就给激发出来了 如果说在一首歌里面 能够有一些点缀性的 这样的声音色彩加进来 这样的话 一首歌曲的感情就会表现出来 一首歌也就变得有血有肉 有味道了 而不像喝白开水一样 你说它有什么问题 喝白开水 它什么问题也没有 但是呢 就是没有味道 就很多人唱歌就是这样的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没问题 但是呢 也没味道 为什么 缺少色彩 缺少声音的表现力 所以说 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声音 加一点佐料 这样唱出来的歌才会好听 如果你仅仅是只会气息和共鸣 那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个秘诀就是 把住音准 音准是歌唱中最重要的 也是最基础的 这么一个问题 在舞台上唱歌 如果说你的音准准了 基本上你就成功了一半了 假如你的音准出现了问题 即便你唱得再好 或者是再投入 你知道观众会怎么评价你吗 他会说你是自嗨 跑掉都跑成这样了 自己还那么投入呢 所以说 要想成为一名职业歌手 再没有什么 也不能没有音准 那么音准怎么把握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基本的音准 一般的人 一般的歌手 基本的音准 其实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说站在舞台上唱歌 那么很多问题就会来 因为舞台 它会碰到很多情况 如果说大的舞台 你声音如果说出去了以后 反回来 你要听不到了 那么音准就出现了 由于很多时候 你演出的时候 因为你听不准 由于这个现场的环境 导致的 就是你听不准音准 所以会导致你 对这个音准的 就是你唱的音 或者你听到了伴奏 对你的这个听到的东西 听不准了 你就会判断 就会失误 判断一失误 你唱出来的东西 到底准或不准 那么就没法判断了 所以这个 有时候就会造成 这个音准上出现问题 甚至会出现跑调 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 演出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听伴奏 学会听自己的声音 只有就听准了 我们才能够唱得准 当然 我们要想在唱歌的时候 音准听得特别准 非常准确 这个是需要进行专业训练的 我平时上课的时候 经常会让学生 在录音棚里面 比如戴上耳机 用电容话筒 把他的声音放大无数倍 大家知道在录音棚里面的这个话筒 比如我们平时 这个演出时候的这个话筒 灵敏度要高 他把你的声音放大了很多很多倍 你的细节都会被放大 你一点点不准 他都会 就给显示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让学生戴上耳机 完全听到自己特别清晰的这个声音 听到自己的这个音高 通过这种专业性的这个训练方法 来养成这个他们对音高和音准的这样的一种敏锐度 如果长期通过这种训练 然后在当你回到舞台上的时候 你就会对这个音准会有很大的提升跟认识 跑掉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就是快速提升歌唱技巧的三大秘诀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